高速公路邊坡 起火燃燒 現場冒出熊熊火光 陣陣黑煙 直燦天際 貨櫃車甩弱邊坡 引發大火 火勢猛烈 相當驚人 消防貨爆趕緊到場 布水仙灌舊 現場冒出陣陣白煙 消防隊員用電鋸破壞貨櫃車 就怕火勢持續燜燒 櫃內的內容物的話 可能有燃燒至於 目前在大貨車的事情上 貨車脫上的時候 我們在去做降溫屋面 西方苗栗郭道3號北上117.3公里處 大貨車駕駛的車輛 突然失控 衝下邊坡 駕駛一度受困 右腳可以動 駕駛動一下嗎 火燒車 從凌晨燒到白天 貨櫃車持續燜燒 貨櫃車身跟車內被燒個焦黑 幸好駕駛沒有生命危險 而同樣在7號凌晨 國道1號南下路段 客運衝撞貨櫃車 導致客運車頭嚴重變形 擋風玻璃碎裂 而貨櫃車反落邊坡 兩名駕駛被緊急送醫 一個晚上 國道連續兩起車禍意外 都是貨櫃車重摔邊坡 造成三人受傷 有驚無險 記者彭志明 廉家慶 劉慧宇 苗栗採訪報導 蔡政府 關中天 言論自由已死 新聞自由已死 請立刻 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 中天電視 YouTube 頻道